说起吴秀波,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他最近的事情,相信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他大跌眼镜,毕竟在大家的印象里,他想来是一个很成熟的大叔。 之前的那一部电影让他被更多人认识,可能是里面的人物形象,太让人印象深刻,很多人不自觉将他和电影里的人物混为一谈。 并且这么多年来,他都是以这样的形象之人,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,让他的人设更加崩。 这件事也随着陈玉琳父母的不断爆料被发酵,虽然后细爆出来成生活奢侈,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,还一直环游世界,并且经常晒自己的奢侈品。 看到这样的爆料,很多人从一开始全部在指责吴秀波,转变为指责两人。 毕竟这段关系不应该被承认,但是,吴叔因为做得太绝才被网友们吐槽不断。 甚至,连圈内的明星们也对他不满,除了王校长和金姐一马当先以外,袁立这位不怎么经常露面的人也出面了。 袁立的吐槽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一份填膺,而是讽刺很多男演员,都会用差不多的套路来追年轻的女生,因为总会有傻傻的女生相信。 果不其然,近日陈月灵又被爆料。 在他的音色上,除了经常晒那些大牌以外,还被帮出了这本书。 和普通女生爱看的言情不一样,他的这本书正是金刚经。 众所周知,吴叔经常把佛经挂在嘴边,也似乎因为原理那句话,原来吴秀博真的是用这个追他打。 其实也,可以想象,对于这个浮躁的圈子来说,能遇到一个经常念佛经的男人似乎比较神奇,并且比起通灵的男生,无数的年纪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。 但是他们错就错在这段感情是已已回来矛盾点的,也因为不被祝福,甚至直接导致了如今的场面。 不知?